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各位观众了 MD的早上好 中午好 万一小好 我是国际解说 口头齐 无敌的腾村对上垃圾桶 拉斯洞 天梯第一人 现在换了个小号 假装自己不是第一人了 但实际上即便他几个月没有打 他的天梯排行还是第一 就这么离谱 这个干事真地好 好 那这一场的话 春丽打伯迪 伯迪的腾村最近一直在用加密 然后约了垃圾桶一起对战的时候 赶紧掏出了春丽 向心玩家非常的肮脏 这个对决的话公认就是春丽打伯迪会好打 比加密要容易的多 加密打伯迪其实没那么容易 因为很多招其实会有一点被伯迪克的 所以无敌的腾村毫不犹豫选了一手春丽 不讲武德 没有道德 好 那现在回到这个对决 腾村这边血料是落后的 VT有了 VT这一波过去感觉会挺凶的 因为他肯定是要放手一搏的 因为这边不薄的话对手这边死不了 那现在好像这个血量上面 哎 来了 重拳VT终于确认到了 轻攻击先修正 然后再滑铲过去再取消一个VT 没血了 能不能用 最后艾死了 这波VT看起来挺凶的 最后选择滑铲取消 垃圾桶这边有经验的 只得抢一个轻攻击 你这VT都取消不出来 好 那现在就到了第二轮 垃圾桶这里手上一个满资源 上来不要不用资源 不要舍不得 像Photo一样直接火车开过去 垃圾桶有时候就想不明白 不像Photo很直接 很多时候你打这个游戏 你直接一点 说不定就会取得不错的效果 这里做了个确认 再吹了个泡泡 过去压起身 这泡泡吹是可以 还要被人起身点一下 蛮难受的 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可以形成一个衔接的压制 但是一定会被春莉点那么一下 如果说这一波折不到春莉的话 感觉就亏了 这个招丢出来了 哎呀就太慢了 这个招还可以再加快一点 我觉得就能用了 这个滑铲过去 哇 发波中了以后 腾村马上确认一个C 这C打完以后 还有个压起身可以做 跳压 没有起来 第二时间来一个跳中拳以后 给一个百列 就拉这种这里可以抢的呀 偷拳过波 然后叫VT 腾村防的很好 哇 腾村第一时间判断到对手会穿波 先防住 然后第二时间等对手这个VT交出来以后 因为拉签桶是不利的 他只能是等着 第一时间前前到脸上踩一个中断 那拉签桶肯定反应不过来 这腾村都已经帮他想好了 也是个算命大师 这种就是布局 打中格斗的戏虽然节奏很快 但是很多招你都可以提前想好 对手会怎么做 如果你都能想清楚的话 那很多时候你的机会就会比别人多一点 这里中拳头锤倒地 腾村学料落后 把波两个 那这样牵牵到脸上先给一个头 拉签桶这边其实占的资源优势还挺大的 这什么东西了 我疼村 疼村很自信啊 觉得这一下是缺乏 对不起啊 没有打到 打不上 最后就直接交代掉了 这种失误不能有的 春丽这个失误贼致命贼致命 因为那玩意儿下来要吃一个最大缺乏 那连段起来春丽又不是特别的厚 那我又碰上这种高爆发的角色 一波必死无疑 好了 这样就到第二个 腾村刚才因为一个失误没了 就比较可惜 春丽一直打这种大块头角色很有优势的 主要是因为他的机动性高 然后射程呢 又跟这种大块头差不多 那你大块头本来就是一个打防守反击的 说我在原地戳两下 你过不来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碰到春丽这种 你戳一下 那空了就是一个重拳 这很恐怖 对于伯蒂来说就不好处理 这春丽从街霸3时代开始 就变成一个长射程的角色了 最离谱的是街霸3还是一个高火力角色 你吃他一个大招事实 半管血就没了 现在腾村这边还是占据各种主动 就不停的挥你重拳 你又不是抢一个给爷爷看看 这里头锤以后交一个VT 腾村想要再往前走 这里被点了 不过不痛 没关系就点一下 手上CA已经捏好了 拉技朗这边只需要一个机会 头锤 这里选择的是一个下中拳的对空 腾村这边又开始确认了 这里应该是要交VT了 不交 忍得住 这就是高手吗 我真的觉得有时候 我跟高手之间的差距可能就是这里 这种高手无论什么情况下 哪怕再逆风 再位置不好 都一定要打中了再开VT 被防住了就死也不开 这头锤防住直接 这什么东西了 哎哎哎哎哎哎 礼尚往来 礼尚往来 好的好的好的 这下我就觉得我跟高手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了 就刚才那一波腾村 跟这个拉枝头 这两个操作我都行 都ok的 一个确凡失误 一个CA乱出确认失误 这种才是我能够接受的快位 对吧 而且每一局都会有 经常出现 哎这里 抓空了 然后腾村失误了 腾村这里打太贪了 他用后重拳去连这个VS 想打一个最大伤害 如果不那么贪的话 下重拳就可以了 下重拳的话会有个位移 这VS就接得上了 这里吹泡泡了 气氛组气氛组 这个泡泡到底有什么用 你跟佛斗都那么爱用 就没见过有用的时候 可能是对高手没什么用 对我就说不定挺有用的 就会想 这个泡泡怎么这么赖 叫一个VR 现在要出这个板边 无所谓了 对手血掉 这里摸掌头吹摸到了 然后起身转一个 表示铜墙铁壁 就在厕所里待着了 就来吧 有本事干死了 哎呦 哎呦 腾腾这个偷子 偷的是真的狠 你永远都不知道 他在什么时候 会突然一个前前到脸上 踩你一个中断 他也不跟你前前到脸上 什么打头二则 没有的 直接踩中断 你反应的过来吗 反应不过来 这都是 而且还带这个打拆头的效果的 那现在就到了第三灯 手上CA已经捏好的垃圾桶 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打出来 但是他现在至少是在挨打 也不知道挨打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个看起来要没有尽头了 直接凹了 凹了没有凹 就吹个泡泡再牵了 没有凹中怎么办 吹个泡泡庆祝一下 哇 这也是一个吹泡泡爱好者 就处理思路跟FODO还挺像的 就是这个招出去了 要挨打了怎么办 吹个泡泡 对吧 给自己一些位置 好 那现在就到第三灯 上来直接吹 对空把对手骗起来还不错 这一手至少起作用 发一手波跟着波往前被点了 今天还是腾村这边打得更加主动一点 他一直在谋求进攻 当然这个进攻也不是特别的狠 就在那边消磨对手的意志 就利用我这个优势 然后就勾引你过来 你勾引你过来 对手是过来了 然后一直在挨打什么操作 现在有点伤 这血量不够对手玩的 EX倒地然后VT交出来 这一波打一个破防 过去下轻角 再来一个VT 轻攻击点外修正 这一波VT过去有点凶 但伤害着实有点刮杀 都是轻攻击起手的 不痛 接下来双方血量都是差不多 垃圾桶这边是在斩杀线的 摸到一个中拳就可以带走 腾村也很清楚这一点 看他会怎么来做 腾村看起来完全不虚 还在按 就是要按 吃一个中拳必死了 看一下垃圾桶能不能抓到一个 对手中拳空的机会 哎呦 挺难受的呀 就明知只要这么一下 完了最后失误了 最后应该是想要 轻攻击去打对手的一个出手 然后复合个头锤 结果那个轻攻击没摸到 复合的头锤却出来了 那就再见了 好那这样就到了第二灯 腾村最后也是蛮凶的 灵芝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个吃上一发人就会没 但他还是要硬顶了 去吃EX 放不倒追过去 中条打拆没中 拉子龙这边心里一慌 看了对手这么狠 今天好像是想要置自己于死地 拉个链条吃个缺反 腾村在这里处理的细节都很到位 不给你机会 在打力挥的时候完全占据主动 再给一个手头 投完以后 对空没有做 这一下被跳逆向了 腾村对波伤害拉满 往前追过去 轻攻只点头 再来一发 最后的一个版面进攻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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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好危险 这个火车开过去以后VT交了 接下来 只要一个中拳 加一个火车 或者加一个头锤 带上CA 他就可以赢 但是腾村呢 这边应该也是很清楚这一点 就一直拉远了 用这个中角再提 哎呀 那只捅啊 下清拳啊 蹲下来清空之点啊 这个时候 腾村那边已经暴露了很明显的 就是封你站中拳 我们中脚踢就封你这一招 你有本事出 就他一针就有这个本事啊 一出就死 好了那今天呢 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